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读一遍 rest room ok 那么在加拿大我们用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washroom 想一想 wash就是洗手的意思 washroom当然就是厕所的意思啦 好 那还有一个特别的单词用在这个厕所里头是带浴室的 比如说我们家里头的厕所或者是酒店里的厕所 这个单词我们叫做bathroom ok 最后一个单词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交通工具上我们用的厕所 比如说飞机上火车上还有大巴上那种相似的厕所 我们用一个特别的单词l打头的 有人知道吗 它叫做levatory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比较正经的关于厕所的单词 那么老外有一些比较不正经的或者说比较隐晦的表达我要去上厕所的一些礼语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I need to use a crapper 什么叫use a crapper 那么这个crapper这个单词其实来源于一个人名 这个人啊叫做Thomas Crapper 这个人恰恰就是发明我们冲水式马桶的那个人 因此I need to use a crapper 那就顾名思义我需要去用一下马桶咯 那么对于女士来说其实表达上厕所是有点不礼貌的 因此我们会用比较隐晦的方法叫做I need to powder my nose 什么叫powder my nose呢 顾名思义就是我要去给我的鼻子补个妆 那补妆这个动作通常来说都在洗手间完成的 因此powder my nose也有隐晦表达上厕所的概念 接下来还有两个是比较接地气的 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大号小号的说法 那么小号我们通常来说I need to take a leak 什么叫leak呢 就是滴滴答答有水流下来 那你知道肯定是要上小号了呀 还有一个单词叫做I need to take a dump dump这个单词表示垃圾场扔垃圾的例子 那也就是说把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排除出去 那么就是上大号的意思咯 好今天讲了这么多啊 希望大家能在尴尬的时候想起今天的内容 来解决你们的燃眉之急 OK如果你们有兴趣了解更多的内容 请你扫描一下这边的二维码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